蔡英文首谈阿富汗变天 让自己更强大是唯一选项 身揭民进党主席的蔡英文 总统今天以线上方式主持 民进党中常会 蔡英文会中表示 近来阿富汗情势的变化 引起很多讨论 要告诉大家 台湾唯一的选项 就是让自己更强大 更团结 更坚定保卫自己 自己不作为 只依赖别人的保护 不是我们的选项 蔡英文说 台湾要让自己的存在具有意义 也就是对于民主自由价值的坚持 对国际社会的集体安全和繁荣 台湾是不可或缺的 此外更要和 有共同价值及利益的伙伴 一起努力和合作 蔡英文除提及 自己不作为 只依赖别人的保护 不会是台湾的选项 也说仰赖没有价值做基础 而且对台湾不放弃 用武力的人的一时善意或施舍 更不会是的台湾选项 蔡英文指出 过几天就是823金门 战役的63周年 63年前为了守住自己的家园 台湾人民不分先来后到 军民一心 终于击退威胁 这场战役的胜利 就是最好的证明 面对各种挑战威胁 如果这一代的台湾人 没有努力为台湾的安全 自由和民主打好基础 而选择放弃 将对不起世世代代的台湾人 身为台湾人 身为民进党的一份子 这就是我们的时代任务 我们大家一起全力以赴 不仅为台湾人 当人带来天派人 所以我们在主角 希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